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保护参观民众的健康 同时能完整呈现基隆的试证成果 基隆市长林悠昌正式宣布2022城市博览会将顺延到6月10号到19号举办 全国疫情持续升温 不但本土确诊数连日来屡创新高 连总统蔡英文都因为有家人确诊将居家隔离到4月14号 因此虽然基隆疫情已经逐步控制中 为了维护参观民众健康 并让基隆市政府同仁辛苦筹备的市政成果能完整呈现在全国国人面前 基隆市长林悠昌在4月8号宣布 原定4月22号将登场的2022城市博览会顺延到6月10号到6月19号举办 我们已经准备了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我们希望能够把准备好的一个成果 用最好的一面来展现在国人同胞的面前 那如果因为疫情的话受到影响 那不管是来基隆参访来参与博览会的人 可能会受到大幅的一个影响 另外是我们因为疫情所要做的更多的疫情的防疫的措施 可能也会影响到一些观展的一个意愿跟规划 所以我在这边宣布 我们也跟市府的这些相关策展团队 已经召开过会议局的共识 我们将会把基隆的城市博览会顺延到6月10号到6月19号来举办 顺延到6月10号到6月19号来举办 这以上是我们对于城市博览会做的最新的一个决定 除了2022城市博览会延至6月举行 原定4月9号进行的基隆马拉松 及来市场唱歌等活动也都已经宣布延期举办 主办单位将是疫情状况决定恢复举办的时间 记者张启腾 基隆报道 而基隆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基隆市长刘昌呼吁市民好朋友多多施打疫苗 目前到医疗院所施打疫苗市急到急打 基隆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4月9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公布有39例确诊 基隆市政府表示 扣除阴性误报一例有38例 基隆市长林又昌表示 目前到医疗院所施打疫苗市急到急打 呼吁市民好朋友多多施打疫苗 增加防护力减少重症的状况 我们基隆市第一季施打率是82.8% 然后第二季是78.6% 其实如果扣掉12岁以下不能施打的这些 我们的这些年轻的孩子们 其实我们的施打率是非常非常的高了 那第三季的一个施打率 我们基隆也是全国也是本岛的第一名 我们已经完成加强剂 第三季的施打率是55.6% 不过我觉得跟第二季跟第一季 还是有一些落差 所以我这边再次的呼吁 我们所有市民好朋友 现在是到医疗院所 以及我们的卫生所 都是可以急到急打 可以急到急打 那希望还没有打第三季的市民朋友 尽量还是去打第三季 因为施打的第三季将增加的防护 那也可以减少这个 你的这个轻症 你的这个重症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一个施打疫苗 至于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已经有朝向轻症居家照护方向进行规划 市长林又昌表示 这个有点复杂 没有那么简单 执行的细节和配套还要等待中央进一步的公布 中央在这两天有宣布了一些原则 不过相关的一个执行的细节跟配套 我想我们还带进一步的去了解 也带中央进一步的一个公布 那因为这个有点复杂 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轻症不管是无症还是轻症 它毕竟还是确诊者 那我是认为说不管是无症还是轻症 这个都必须要经过评估 然后医疗的一个判断 那在家能够照顾 那另外重症的部分 其实最重要就是避免它变成是重症 因为这个还是需要医疗的一个照顾 我们不能有这个让民众有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会带这个中央的相关执行跟配套的一个更清楚的细节 这个出来 那我们会做进一步的一个更清楚的一个研议 那我们也会做好相关的一个准备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另外全国首创的基隆爱新筛检 之前发放的13万多剂的快筛试剂 全数是发放完毕 因此金融市长林又昌宣布上个礼拜六 在全市157个里发放与之前相同的剂量 爱新筛检咨询专线也将延长服务到4月10号 金融市4月8号新增31例 金融市长林又昌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 原本的群聚案件大都已收敛或结案 加上社区筛检站筛检人数跟日前高峰也有下降趋势 由爱新快筛通报阳性的14例中 有11例经PCR复检确诊 确诊率不到万分之一 初步研判金融疫情已经逐步获得控制 我们预估大概快筛的筛检阳性率大概是万分之一 那这也合乎大概中央他们在对整个的疫情的模型的推估 大概也这个趋势上是相符 所以初步可以判断 我们金融市的社区内 如果有大量的黑数的话 结果不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社区的黑数的部分 一一的把它做了筛检 那基本上社区是疫情的一个状况 基本上算是稳定 此外是原本的群聚案件 包括小吃店 警察局 还有二姓中学 海大 崇佑 以及金国 还有包括教会的群聚 物流 通英中心 这些原本的群聚案件 到目前为止 有的已经结案 那大部分都已经收敛 那现在我们手上所掌握的相关确诊案例 也大多都可以找到感染的一个来源 那其实是在昨天之前 我们比较担心的 中正区某工地的衍生 社区群聚跟家庭群聚的一个状况 目前看起来也逐步 因为整个社区的前进筛检站 还有我们针对热点地区 以及特定对象的一个快筛试镜的投放 也逐步让疫情得到控制 而根据金融市政府方面的统计 从3月25号到4月8号为止 14天来总筛检量达165125人 其中PCR筛检共33262人次 爱心筛检活动的快筛试剂 发放则是131863剂 由于民众所取踊跃成效超乎预期 留长决定4月9号下午在全市157个里 再次发放相同数量的快筛试剂 快筛试剂咨询专线 也将配合延长服务到4月10号 我们一般民众 我们发放的一个数量是61498 61498 包括在这个礼办公室 所配送的10%的人口数 另外就是里长跟林长 他们在之前试行的一个技术 另外还有一个大宗的是 我们在乐区 也就是一些重点的区域 区里的一个投放 这个总计加起来是 已经在一般民众的部分 已经发放了61498剂 所以接下来我们已经决定 要在明天下午的1点半到5点 我们会在各里加码 如同在前几天所发放的同样的数量 也就是里内的人口数的10% 那我们这样子就会在里内呢 直接投放20%的人口数 所以同样在也呼吁所有的民众 那在明天下午的1点半到5点 可以到里办公室或者里民活动中心 来索取我们的快筛四季 我们会在157个里 同一个时间来做发放 扣掉投放到给民众之外 剩下的我们会进一步针对基层诊所 也会加码 另外就是热点的区里的区域 我们也会加强投放 另外针对易扩散布易掌握的这些群体呢 会再进一步来加强 那我们这样子总计要在明天 把剩余的这些数量 这个把它投放完毕 那总数就是 这个中央给我们的20万计的快筛四季 全部都会把它发完 刘昌在回应记者提问时也再次强调 这14天来基隆总筛减量 已经将近占总人口的一半 不但筛减量高更有实证成果 值得中央防疫参考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而基隆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市长林悠昌公布 从3月27号开始 市政府在各地点社区筛减站 累计筛减数超过了3万人 平均的阳性率是千分之4.64 呈现稳定的状况 基隆市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4月10号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公布 基隆有28例确诊 基隆市长林悠昌也公布 从3月27号到4月9号之间 市政府在各地点社区筛减站 累计筛减数是36,418人 平均阳性率是千分之4.64 林悠昌表示 基隆市筛减的阳性率 在一个稳定控制的状况 从3月27号开始 社区筛减站累计 执行的PCR的筛减数是 36,418例 那阳性确诊数是169例 阳性率平均是千分之4.64 从这个总表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大概整个的一个社区筛减的阳性率 在一个稳定的状况 那接下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图 这张图是我们基隆市社区筛减站的日阳性率 以及3天跟5天的平均阳性率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 从27号一直到4月9号 这个曲线的一个区间 基本上稳定控制在千分之4到千分之6左右 那这个在昨天呢 也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我想这个部分的资料资讯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至于在全民防疫爱心筛检部分 林佑昌指出 从发放试剂由民众自行筛检到4月10日中午12点为止 5天半接受到民众专线回报 再进行PCR复检确诊的总共有39例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为了要感谢工作人员的付出 市议员杨秀玉特地前往制资饮料和葱油饼 感谢卫生所 市立医院医生以及七堵区公所 派请安心上工人员的辛劳 就算七堵PCR快速筛检站 最后一天能有大批民众排队前往快筛 机动地区最近一波新冠肺炎疫情3月底爆发以来 机动市政府下令3月29日开始各区增设 启动PCR快速筛检站 方便曾经到确诊足迹消费 工作者或有疑虑的民众进行筛检 七堵区卫生所在外面广场设置快筛站 部分人员则在所内整理每天需要的 快筛包直接发放到七堵区 居家隔离民众家中 卫生所在人力紧绷的情况下 努力执行各项防疫指令 清明廉假期间也排班执行 期间更筛检出阳性染疫民众治疗 希望有效阻断传播链 这一波疫情来势汹汹 然后从上个礼拜我们就是临危受命 然后马上在我们卫生所前面 成立一个快筛站 只要是民众有疑虑的 都可以在我们前面去试检 来做PCR的检测 对不只我们要做快筛站的服务之外 因为现在接触者越旷越多 所以在接触者部分 我们除了要去调查 然后请他要一人一次之外 然后居家隔离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还要负责送快筛包 所以在人力有限的之下 可是我们还是全力去完成上级交代的事项 七鲁区卫生所4月7号 顺利完成10天左右快速筛检站的任务 后续能将持续进行其他防疫工作 市议员杨秀玉特地前往制正饮料和葱油饼 感谢七鲁区卫生所人员 以及支援的市立医院医生和七鲁区公所 派遣安心上工人员的辛劳 主要是要来关心 也谢谢我们这个卫生所所谓的这些医护人员 还有包括志工 还有这些同仁 说真的他们真的蛮辛苦的 这次那个廉价4天嘛 他们都加班 那我想这一次的疫情可以说是真的刚 如我们这个那个那个 我们的护理长讲真的是来势汹汹 我们基隆可以说是这次算是重灾区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基隆市来讲 算是人口密度非常高 所以可以说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可以说是非常的紧密 市议员杨秀玉也提醒民众 在疫情延烧这段期间 务必请洗手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共同防疫度过难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清空隆报导 也就是你提醒大学生日的 吴俊一店 全部都只能征替 每一年都会有算是 新竟是什么 希隆市的人 整年度的重要庆年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火董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欲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有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这整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怨养 到了此一次 可千万别忘了到财神殿残败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带您来看市议员张浩瀚及吕美玲反映 各里领取的快筛季的热弱度都不同 但还是希望市府能够给各里更多的爱心快筛季 让民众配合市府防疫 有那个新闻前来的 还有新闻前来的 有标凌哦 应该给他 人家也不用吃这个 因为 前天我刚才说不能放松 不能广播 我如果广播下去 新闻前就可以了吗 新闻前跟健保级中间就可以了 哦 级中间啊 对 下午一点半还没到 距离发放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 中正区镇沙里民黄中心外 就有民众来排队 六个人来领就对了 会不会担心领不到 不会了 应该来到 中正区8号下午轮道开始发放爱心的快筛季 全区有5195G 在26个地点发放 比起前几天 其他区域发送快筛出现人潮 镇沙里要发出250G快筛 但只有30多位民众来排队 原则上哦 假如是别离来我们这边 那我们会跟他讲说 他排后面一点 要本里先优先 因为我们人数 本里人数有1000多人 那么只有250G 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控好 以本里优先 假如还有剩余的 给外离的 或是外线市OK 那家是不够的 那就抱歉了 在近期来推动 所谓的全民爱心筛检的一个政策 那我想这个政策的利益良善 但是就现在的基隆市的 这个快筛市集的配比 就是以每一个里的10%的人口 来做一个分配 那其实因为最近疫情的一个发酵 那每位的市民其实都很担心 自身的一个健康状况 那很愿意来配合这样的政策推动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快筛市集 一个数量不足的一个状况 也引发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一个争议 那在这边应该还是要请市府 那积极再跟中央来争取更多的一个快筛市集 那能够提供更多的一个市民 来完成这个爱心的快筛的一个动作 那来寻找我们社区潜藏的一个病毒 那希望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疫情 能够抑制住 那保护我们每一位市民朋友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 同样里民人数在7000多人的新副里 先前已经发送第一波300剂的快筛 8号再发出580剂 人潮明显减少许多 会不会担心领不到 不会 我很早 很早就来了 刚刚排整天排到外面去了 因为我这边的速度蛮快的 就是一边四位四位一次八位 进来所以速度很快 我们目前呢 那个新副里总共有7000多个人 然后但是呢 总共领了三次 一次300 第二次是200 这一次是585份 那总共是1000多80几份 但是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新兴的社区 其实年轻人跟出外工作的人 是非常多的 所以这个需求相对来讲 是比其他的老旧的社区 或者是说人数比较少的理 它的需求量会更多 那我们也希望说 是不是可以更多 更多的这个士气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在每一家 每一户呢 至少都能够 外出工作的人 他都能够享用到 这样子的一个免费的试剂 然后让大家能够 安心的出去工作 虽然中间区领取快筛的民众 不像其他区出现排队人潮 但几乎有来排队都领得到 也让不少民众安心许多 记者黄绍铭金融报导 基隆潮湿的天气讨人厌 但也引发孩子的创意哦 基隆商工学生研发锐能轰伞机 夺得2022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 即台湾选拔赛的亚军 好消息传回全校师生 与有熔烟 湿搭搭的伞放进这一台轰伞机 有风吹有吸湿墙 这样一滑出来 伞就干了大半 太阳能板是为了能在户外使用的时候 能够透过太阳能帮 这个电风伞充电 然后硅杂土是为吸附 散面上的水分 而风扇除了能把散面上水分 往下吹干的同时 还能保持硅杂土 上面水分不达到饱和 下雨的时候也常常拿 那个塑胶雨伞套出来给我们使用 就会造成塑胶滥用的问题 所以我们想要研发这个 来减少塑胶滥用的问题 也可以减少雨伞滴水 造成地面湿滑倒 致滑倒的问题 得到2022世界青少年创客发明展计 台湾选拔赛银牌的 还有这一件智能充电盒 耳机不离声的青少年 担心音乐听到一半没电 这用手压发电的设计 加上警报器 可是一机多用 现在年轻人十个里面 就有八个在使用蓝牙耳机 可是因为我们在外面使用 会消耗到电量 那如果我们的耳机盒没有电 我们就没有办法 帮我们的耳机进行充电 所以我们想出了这项产品 来解决我们现在发生的问题 我们利用上下压动按键的方式 就可以让智能耳机盒产生电量 我们是为了满足那些前天晚上会忘记充电的人 我们就会加装这个功能 这样可以比较方便让他们充电 然后我们还另外加装了方廊警告器 另外在拐杖和登山杖的设计 也是借用施滑路面而启发的 因为世界上的行动不便人口 及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 而发生意外的事件也很多 所以我们想做出智能拐杖来解决 要把那个电池上面 插上防倾倒系统的装置 然后一就是 使用者如果发生意外 拐杖会倾倒 然后掉落地面 然后长达三秒 就会提醒周遭用路人附近有发生意外 这样子 然后呢 有娱乐功能 就是可以方便就是 外 出去社交的时候 可以跟好友一起唱歌 然后做成可拆式的 方便使用者攜带 在日常生活中 我们可以透过新闻 发现最近的山难发生机率越来越高 所以我们想要为了降低 发生山难的机率 所以我们才发明了这项产品 它可以透过手摇发电 然后来使用投射信号灯 生命吸管 这个生命吸管 它可以把脏水转换成纯净水 然后就可以让受难者 他可能在登山的时候 旁边有溪流 他就可以直接来做使用 然后我们还有一项功能 是可以发出声响 然后让外界找到受难者所在的位置 这群孩子充分展现关怀周遭环境的在地情怀 从准备材料到制作成品 不断的改良与修正 深获评审肯定 因应整个新客缸的一个变革 基隆商工在近几年的课程 也开始做一些改变 那我们在所谓的创新跟跨域的这样的元素之下 我们针对课程的设计 还有创新的教学方面 我们有新的一个教学法 那将知识能够成为一个生活上的问题解决的能力 那也展现出孩子的一个创造力 也因此我们把这样的课程成果 我们来参与这个发明展的一个比赛 那两年下来我们总共参加了十件的作品 而且十件也全数获奖 那更可以证明记者的孩子 他在创新力跟各方面的一个研发能力的能量是非常强大的 那也因此基隆商工在这样的一个改变的基础之下 未来在教学上一定可以展现出更多更多活力 跟所谓的创新元素 连选两年在国际赛中荣获夹击 展现基隆商工创新与素养教学的成果 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又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